我先預告一下 各位 後來我發現這禮拜活動太多 這個禮拜六 白天我們有活動以外 就是清武會的活動 晚上 這個禮拜六的晚上 請你到我們弘雅文化協會另外一個據點 就是中山路的255號 就是那個徒書人廣場的旁邊 不是有那個老洋範壞書的隔壁的隔壁 那個台灣徒路是我們滿周年 他怎麼開不出來 那間徒書跟別人做得很不一樣 當然有很多故事 以前紀念一個醫生 一九九五年生立的一個台灣讀書 他說他覺得那個時代是怎樣 每個人都在消靜地在改變台灣 他覺得讀書這件事也能改變台灣 那年輕人可以透過讀書 那當然就會做很多事情 可不可以就是革命這樣 那後來徒書就倒閉了 可是到那個張醫師過世之後 我們大家一群人又把他復活 所以有機會去看看吧 他那是禮拜天禮拜一 那這個禮拜六晚上七點半 歡迎到台灣徒書 還有雞倫更好獎 對對對 好 謝謝 台灣徒書一段你知道嗎 對 我知道都不知道 海報海報 就是中山路 那二百的書 哇 你怎麼砲也都記得了 這一個人聽 是那個讀書的廣場 有要用典環 那個老洋方塊書的隔壁 就隔壁 謝謝 海報海報 海報 對對對 對對對 大家拿一下那個 他這個資料很讚耶 你如果不可以來 還可以回收 不可以來教習 好